喝光了 喝光了 耶 按讚 訂閱 分享 謝謝 嗨 大家好 我是樂喀 今天教大家煮鹹蛋三苦瓜 那就讓我們看下去吧 首先我們要準備的食材 就是苦瓜半條 為什麼不準備一條呢 因為我不是很喜歡吃苦瓜 所以我就準備半條 這個苦瓜我們要把這裡面的 膜和紫 稍微刮乾淨就可以了 好 然後我們就切片 好 苦瓜切好可以用 然後接下來就是鹹蛋 你要吃味道重一點嗎 好 那就準備一顆好了 那等一下就不要加鹽巴了 因為鹹蛋很鹹 切小一點啦 不要太大 不然等一下再攪拌的時候會 辣味酸 好 切好備用 接下來我們就 水滾下苦瓜 把苦瓜丟進去 這麼這麼 要把它撒軟 好 然後差不多阿 我們的那個三苦瓜 就差不多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你在 你可以稍微搓一下 一搓就過去了 這樣就可以了 好 我們倒起來吧 接下來我們就 直接 炒啦 下油 這個油要下多一點 你看 我們下鹹蛋 哇這個鹹蛋還蠻多的 好 我這個時候就可以先下蒜頭 蒜頭 蒜頭 這樣炒下去 接下來我要介紹一下 這個 山苦瓜 有兩個重點 一就是鹹蛋炒香 第二個就是要加這個 白豆子 你知道嗎 這個濕的這種白豆子 你加了下去阿 味道吃起來太乾 你知道嗎 就不會有這種 很死鹹的味道 那我們加下來吧 這個時候苦瓜就可以下去了 嗯 我們先翻個兩下 再加一點水 水 讓它燒一下 然後調味料 味精差不多半尺 半尺 然後糖 糖跟味精的比例一樣 也可以再少一點 加糖的話 味道會比較有層次感 好 讓它稍微燒一下 我們就不加鹽啦 因為鹹蛋加得有點多 哇 媽媽在家裡 婆婆媽媽不像你這樣 要不然 要怎麼煮 要怎麼煮 用半尖 要怎麼煮 好 這樣 定的 好 這樣就好了 好 接下來又到了快樂的試吃時間 好 這個 我不敢吃啊 給你吃 你不行 你還是要吃一點啊 好我吃一點好 有沒有 好吃喔 欸 其實啊 如果以味道來講的話 好吃啊 真的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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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我不喜歡這個味道而已 但是 我們評論一道菜的時候 不是以自己的口味做標準 我們是以大眾口味做標準 所以我覺得 應該大家會滿喜歡的 好不好 你要不要吃吃看 吃吃看 都進喝起來 是不是 那個鹹蛋味道 而且還有苦瓜 而且還會很甘 對不對 真的會甘 真的會甘 我跟你講 一定要加白豆子 而且其實 一顆鹹蛋 也不會說太鹹 對啊 剛剛好 因為還有加糖 沒有 這顆鹹蛋真的不鹹 有的鹹蛋很鹹 所以我們再加的時候 不要 先嘗嘗嘗嘗嘗 好不好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你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跟我們分享 我們下次見 掰掰